大家好,我是耿耳聊 现在是中国的时间 2024年的3月3号 然后今天是3月3天 然后这两天的话 基本上我就打算就是把那个 有一个吃的状态不太好 他是那个名牌吃 他现在是卖1800,然后包油 之前我用我那个小号的话跟他谈的话 就是能用便宜一百好像一千七还是一千六包油 包油到家就是啥也没有 就有一些什么简单就是内胎了就修车的 一些小东西还是他啥都不送 那之前他说是去年买的吃 然后切了六个月 差不多干了两万多公里 基本上走了大半个中国的 然后他那些什么驼帽他说都蒸了 我说你帐幕睡袋没有吗 有的话反正你流带没啥用 然后直接送给我得了 然后他意思说 帐幕和睡袋不送 就是逛一个吃 然后他那个车就是秀气斑斑的 就跟破了烂剪的一样 反正那个车不太行 后面昨天我用我那个小号我就跟他谈价 我说一千包油行不行 之前我用那个小号我说八百包油 然后他他就没有回复嘛 后面然后我就跟他用另一个号跟他聊 然后我就就说一千包油 他意思说一千一啊可以卖给你 但是不带那个货架 他好像说是不带后货架就是前货架 前货架都快坏了 就是那个前货架 就不太行了 他意思说 不带那个后货架就是一千一包油 他那个是名牌车 这是钢架自行车 那个专业级别的旅行车 他说当时花了五千多人民币买的 那些装备怎么算下来估计也不便宜 就是他那个骑的时间有点长 然后他那个价格的话我感觉也不合适 因为他那个车就是整体状态不太好 你卖一千八真的没人买的 他虽然说就发布了四天四五天 但是没有人要 他十五个人 现在是十六个人要 其中四个就是我的号 再跟他谈判价格 也就是说发布了四天啊 只有十十几个人啊 十二个人想要四百多个浏览量 按理说这个自行车如果说 能达到四百多的浏览量啊 他那个车基本上都能卖出去 如果卖不出去的情况 要么就是价格太高了 要么这个车子不行 不然的话肯定会有人要 毕竟是名牌车嘛 但是他那个车确实看起来秀极万万 他说什么没事 到底有没有事 当然不知道 他意思说就是卖给你就不退化了 就不退货了 就这样 然后他意思说什么 请谨慎购买 啊谨慎购买 你还卖这么贵 谨慎购买 谁买你的都不好吃 我说 所以说我就跟他砍价 就就要谈判 嗯如果说能谈到一千左右的话 就直接拿价 然后那个车 他再怎么样 他也是专业级别的旅行车 五千多块钱的 虽然说骑了两万多公里 但是他说那个外面的轮胎好像是换过 链条我不知道他换没换 我也没问清楚 反正看起来不怎么样 但是肯定是比那个 你花一千多买的那个新的 就是那个一千多的旅行车 我觉得要靠谱一点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价格在那放了 五千多块钱买的 他跟一千多买的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一千多买的跟五千多买的一样 那谁来傻傻呵呵的去买那个 那个就是耐造一点 包括你看他现在 就基本上市面上很多那些什么大网红 什么的 七型的网红 他基本上都是买的钢架子银车 铝合金呢 我我看的有没有有少 也有那个 其实那个3D车的 那3D车 怎么说呢 也要买个差不多的 买的不好的话 就是坏的话修的也不好修 反正从你来说 我觉得如果说有钱的情况 就尽量的买钢架旅行车 然后我没钱的情况就买那种 就是3D车或者说 就是那种一千多便宜点的那种 铝合金旅行车 但是那个应该使用不了多久 要是短途旅行的话 应该是可以的 一样骑长足的话 可能不太行 坚持不住 那可能走个三千公里左右 估计都很不错了 一千多的车 能走三千公里就不错了 可能就很多东西都要换了 但是一样五千多的旅行车的话 基本上 两万多公里 三万多公里 人家还能骑回来 可能要换的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轮胎 然后怎么刹车了 然后还有就是链条了这些 更换一下 其实还能再骑 但是没有 没有之前的骑着那么舒畅的 毕竟他是骑了那么久的 好吧 所以我现在我就在谈判那个价格 如果能谈下来就是一千人民币 然后买过来买个二手的 就是名牌旅行车 然后呢就是 再买点装备啊 差不多就是 估计如果说一千能买 买回来谈判成功的话 一千就是包邮 弄回来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花 五六百七八百左右 然后买一些什么装备 就买买什么驼包了 然后充电宝了 然后还有就是 便宜的睡袋便宜的帐篷 然后一些修车的东西 浮条了 就链条了 然后还有就是刹车片了 就是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然后还有急救药品呢 等等吧 反正到时候如果说车子买回来之后 就可以考虑 多买其他东西了 多买其他东西 然后就 正儿班也可以出发了 出发的时候到时候就会更新视频 然后我还想 多买几部苹果手机 因为苹果手机它像素好 然后它那个使用的话也不卡 它不像我们中国的这种安卓手机 使用时间长了就变卡了 我觉得苹果手机还是蛮好的 然后像素也行 你看我现在我拍的设备是安卓手机 然后像素就不太好 有点差 然后看起来就是没有那种苹果相机 看起来像素真的好 那种像素很致冷 而咱们用这个拍出来感觉真的不如那个苹果相机 清晰度了什么的 我感觉还是苹果相机还是牛 然后我基本上花个几百块钱 不能买一部什么苹果 拆麦克斯 然后买最好是买那种内存比较大的 因为我是拍摄的嘛 所以说内存小了不行 就买那种512G的 然后再买两部苹果 然后再买一部 一两百块钱那种安卓手机做导航用 然后这个手机的话就备用了 多买几部 然后充电宝的话就是 啊名牌的货我看也太贵了 就一个充电宝 好的那种都两百度 我觉得没必要 两百度都可以买个手机 然后送他买个手机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不行 我觉得花个一百左右 就是买两个充电宝 那种十万好像充电宝 我觉得都可以了 然后没电的话就去 村子里面看看谁家有电 然后去他家充电线给人家 五块八块的 然后没水的话就去人家家里面 然后接点水 一般他都会给你弄的 你又不吃他家饭怎么的 就接点水 一般他是会给你的 知道吧 好心人还是蛮多的 所以 我也相信这个旅途之中 也好心人会很多的 然后也会帮助我 然后到时候就是 可能也会麻烦到 大家的 可能还会麻烦外国人 因为在外国的话 我同样也会这样做 就是没水的话 就去人家要点水 然后没电的话 就要点电 然后基本上一日三餐 能自己就是做饭吃 就不买着吃 就是做点饭 然后吃完 然后再出发 就这样 睡帐篷的话 基本上 能睡帐篷 咱就睡帐篷 就不在 就是酒店里面待了 这样省钱一点 开销也少一点 不然的话 你开销很大的 就 基本上就是 自己做饭 然后自己 睡 睡在那个帐篷里面 然后 能够节省一下这个 住店的费用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这个 吃饭的这个费用 你在 你在咱们中国 可能小城市的话 十块钱一顿 是不是 你在那种大城市 或者其他地方 物价很贵的地方 二三十块钱 就没了 一天 你最少吃两顿饭吧 六十块钱 基本上都没了 这 这都不说了 这都不说了 还有就是住店 其实住店都是个大开销 基本上 随便找到旅馆 都是三十起步 二十多的 有没有 有少 十几块钱有没有 那基本上都是那种 怎么说呢 就是那种轻旅啊 就一个床位 那 那种地方 其实 怎么说呢 还可以 其实如果说你不追求性价比的话 你是 以旅行目的的话 其实住轻旅划算一点 不要 不要觉得啊 住住多元间感觉很那个啥 啊 其实住多元间也行啊 就是怕 有些人可能手脚不干净 然后你在那手机什么 在那里充电 我觉得这给你偷了 有没有有这样的人 所以说还要小心一点 在国 在外面也是一样的 搭帐篷了什么的 你稍不注意 真的有人会偷你东西的 在迄今过程中 我也是看到很多 旅行博主 他们装在那个 头包里面 包括 那个背包里面的 那个东西嘛 他是 出去打水 然后回来的时候 发现什么充电 什么都没有了 是吧 所以说在外面 还要注意一点 虽然说咱们中国 可能说坏人少一点 它不代表没有坏人 咱们中国坏人少的 原因就是咱们的这个 管制比较多 另外一方面就是 一个国家 只要发展起来的 就是越来越发达了 这个情况下 人的这种幸福指数也提高了 然后大家都有工作 然后都能赚钱 都能吃到饱饭 是不是 也能追求一点幸福的 这种生活物质啊 然后基本上犯罪率 它都会下降 你看他们中国以前 其实犯罪率很高的 大家都知道吧 我爸那时候就 我不知道什么年代啊 应该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吧 还是啥时候 那时候他说 他去外面找工作嘛 很容易被人家 骗到那种黑厂里面 然后就是 你给人家干活 然后人家不给你钱 然后还打你 不干活还打你 就是把你困在里面 就当奴隶嘛 就跟国外的园区差不多 国外园区是让你敲键盘 你不敲键盘没有业绩 他就打你啊 而咱们中国以前那种黑厂 就是让你干活 光工作 没有钱 然后你想跑的话 他还打你 就这样 跟绵点那边园区 基本上模式差不多 只不过 绵点这种模式 是因为随着咱们互联网的 这个发达以及普及 是 然后他们可以通过网络 然后 赚钱是不是 骗人的 这个钱 而以前的互联网又不发达 是不是 你肯定是 让他们就是 待在一个地方不让他们走 然后让他们干一些什么 加工啊 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 老板赚钱了 但是 光管你一堆犯 是不是 你干的不好还打你 对吧 咱们又限制你人生自由吗 咱们中国以前也是 从这种 混乱这种时候走过来的 知道吧 一个国家 我告诉你真的 你如果发展起来的话 就是 没有那么落后 基本上你去发展中 国家 甚至快到了 发达 发达国家那种程度 基本上犯罪率 会降低很多 大家可以 通过各个国家 这个数据啊 发现啊 为什么非洲国家 什么偷抢 什么 那些恶性事件很多 还有什么东南呀 他们都是一些什么国家 都是一些什么 说落后国家 然后 本来工资也不高 然后很多人又找不到工作 工作机会 也不这么多 然后 很多人就会想歪点子 就 抢劫了 抢手机了什么的 包括什么 诈骗了绑架了 是不是 而且 他这个国家落后的话 他政府 会特别特别腐败 他如果说发展起来 就是那样发达国家 或者说已经成为发达国家的话 他会慢慢的就是进行转型 知道吧 他的政府不会像之前一样 就是 怎么说呢 就是见个人啊 就要钱 用钱啥都能办 没钱啥都搞不定 甚至还会敲打老鼠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 在国外的中国人亲身体会到的 所以说 一个国家 如果说发展起来的话 就是慢慢的 重新发达国家的这种 过程呢 会从以前那种高犯罪率 慢慢慢慢慢慢 变得就是犯罪率比较低了 咱们中国人 中国其实 说白了就是咱们 大家都有工作了 都有那个啥了 所以说 犯罪率就没有之前那么高了 对吧 人家都有工作了是不是 能挣钱 是不是 能吃饱饭 人家为什么还冒冒那个风险 是不是 就抢你的去干什么 是不是 没必要对不对 你看进去是不是 那监狱里面又不好受 又不是以前 是不是 就说大家就没啥工作 是不是 又找不到活 又没啥钱 那有的人可能就会想 我还不如住进监狱里面 白吃白喝 呵呵 我在外面我还饿肚子 是不是 就跟咱们 之前那个什么 什么偷电瓶的那个网红一样 什么周某人 我不可能打工的 一辈子不可能打工的 人家现在确实是没有打工 现在成了啥 成了电动车公司的代言人 代言电瓶 确实人家没打工 呵 说起来是不是觉得很可笑啊 就是这种犯罪的人都能成为网红 他们的生活 却比你这些 是不是正28年 那个什么 走正道的人 要那个啥 啊 所以说 这个互联网 也是 非常丑陋的 知道吧 就是 黑红也是红 就是说 别人骂你 其实你也是可以赚到钱的 要么就是别人觉得你非常那个啥 然后也是能赚到钱的 但是你平平无奇 正28年那个啥 反而没有人去关注你 因为你跟他们一样 是绝大的多数啊 他们看到了不同的 这种情况啊 他们可能会感兴趣 所以说他们会关注你 给你刷礼物 这都是正常的 人的这个心理状态 为什么在我们中国 就是很多做自媒体 都做不起来 反而在国外的话 基本上随便做啊 就拍说外国人 基本上都有几千 上千的不方量 没有低于上千的啊 这是我确实发现的 我在国内我拍我自己 真的没啥不方量 只要一拍外国人 我去 那流量基本上没有低于一千的 基本上都是五百流量起步啊 咱们大家也知道 很多平台 它基本基础流量的话 也就几百倍了 它如果达到上千 就说明那个视频 还是可以的啊 推荐给更多人的 那只是你没有做的更好啊 然后呢就是上热门 就这么简单 很多人看起来就是上热门什么的 他们有那种经纪人公司 然后给他们包装 然后还会给他们定期投放那个 就是推广吧 然后让这个视频更多的人看到 就这样 所以的话就是 网红的这个出现 他们背后看起来 他们挺风光的 但是很多人的背后 都是天价这种违约金啊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网络时代 其实也是揭露了很多这种 丑陋的这个背后 对不对 你想想一个犯罪的人 偷电瓶的人出来 能当网红 啊 还有那个什么大力出急计 什么大力出急计 不是去银行什么抢劫 劫还没抢 然后就被警察抓了嘛 出来 然后也撑网红 我觉得很奇葩啊 兄弟们 这些啊 这些以前犯过罪的人 反而出狱 变得更那个啥了 因为他们确实自带流量 对吧 犯过罪的人 对不对 一听说犯人是不是 在我们没有这个互联网的时候 你犯罪了是不是 可能全中国人都那个什么 也会关注你 但是那时候没有互联网 没有什么打赏之类的 而现在互联网越来越发达 你犯点什么事 基本上全中国人都知道 啊 你反而出狱了之后 如果说你做一点 比较搞笑的事情 就是 就像 那些做猛人啊 我偷 偷电瓶 偷电瓶是不是 打工 这不可能打工啊 对不对 偷电瓶只是为了生活而已 是不是 说起来挺搞笑的 但是 这种说实话 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 那个啥 这种不算什么正能量 这种 那反对的人都 那个啥 真的是挺奇葩的 我也不知道是啥情况 咱也想不明白 然后呢就是说 咱们最近这段时间就 该准备 该准备 然后 我也在那个 网络平台上 然后跟那个外国人 然后再聊天 然后一个是柬埔寨的 然后一个是绵点的 因为我刚好是会从中国 然后去越南 然后再去柬埔寨 然后再去太古 然后再去绵点 绵点可能过不去 过不去的话就 或者说只能走到一半的话 就去绵点一趟 然后再从绵点 然后入境太古 如果说怎样能入境老窝的话 直接去从老窝 然后从老窝再回中国 现在主要是绵点处于内战国家 就是很多地方 它就是道路不通的 你拿着绵点的那个签证 很多地方都不承认的 而且那些什么地方武装 可能还会找你的麻烦 弄不好你还要交钱 然后才能通关 就跟以前那种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这儿过 拿出买路财 是不是 所以说现在绵点 是这么个状况 为啥现在绵点 就是入境的话 只能通过机场入境 而且它的机场 是寥寥无几几个机场 那些地方基本上都是 绵点政府 就是管控稍微好一点的地方 它为什么不能正常的 就是从 我们中国的各个考案 直接去绵点 它是有原因的 因为在打仗嘛 它政治不稳定 然后它那个地方就乱 知道吧 真的是 那里真的是 人命如草剑 各个基本上都能买的枪 什么AK47了 什么 在我们眼里 可能觉得很好奇 在人家们手里 就跟玩具一样 人家 你要是惹人家的话 弄得不好 人家一梭子开过去 然后你人就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 枪这个东西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枪 要你的命真的很快 你知道吧 现在 这个战争很可怕的 不像以前那种战争 你拿着刀 我拿着枪 你刺一毛 是不是我用盾牌打 你现在是枪 是不是你 你怎么挡 对不对 防弹衣现在其实很多 防弹衣它有用是有用 但是作用不大 你知道吧 你像手枪的可能能防得住 你像那种冲锋枪或者AK47 或者那种狙击枪 你根本就防不住的 它那个穿透力很猛的 防弹衣基本上作用不大 但是也有一定的作用 可能会保护你的安全 但是 也是 也是聊胜于无吧 所以说现在这个绵点的国家 其实 能不去还是不要去 到处会考虑一下 如果说能去的话 咱就去一下 其实我也不怕 毫无所谓 我有啥可怕 我啥梦我也不怕 知道吧 所以说我那个人怎么说呢 第一就是想要出去 然后走一走 然后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然后去环球旅行 这确实是我一个梦想 然后另外就是在环球 环球世界的这个路途之中 如果说去就是一个国家 如果说遇到这个合适的女孩子 我可能会跟她结婚 然后就不去环球旅行了 可能就会转变这个赛道了 可能就不走了 知道吧 环球旅行是 我们怎么说呢 就是人你想做两种事情 基本上不可能吧 你能把意见的事情做好 就不错了 如果说你想环球世界 那你必须要放弃 这个什么女人之类的 你就要孤身一人去那个场 当然你想要找什么 找老婆找媳妇或者什么 你只能终止这个想法 所以说这两个其实也是矛盾的 但是 其实又可以互相的这种融合 互相的灌通 然后也能够实际下去的 比如说你环球世界对吧 我骑到这个国家了 是不是 我在这个国家是不是要水 是不是要电 啊 刚好人家那个女孩子 是不是 看你挺好的 是中国人也挺喜欢的 是不是 你俩一来二去的 是不是 直接就是成为那个什么情侣 慢慢结婚 还环球个屁啊 对不对 我看很多博主也是 有的说啊 环球旅行环球都一半 遇见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不走了 再见 兄弟们不还球旅行了 带着我女朋友办理结婚站 回中国 让她看看我们美丽的中国 所以说怎么说呢 这两个其实是不矛盾的 就是环球世界的路上 你找一个女孩子 就是对你不错的一个女孩子 可是可以的 这两个是不矛盾的 所以说到时候我就会按照这个计划 实施下去啊 如果说就是遇到这种合适的话 我会考虑跟他在一起 然后跟他结婚 然后也可能会呆在他的国家 或者说回中国 其实我不愿意回中国 不愿意回中国的原因就是 我们中国的一个竞争太激烈了 另一方面就是 这种生活节奏太快了 就是养孩子的成本我感觉太高了 我还是觉得 留在就是女孩子当地国家 我觉得是挺好的 然后可以带她那么 做点什么小生意啊 至少能够一时无忧 我觉得就行了 其他的我也没有怎么追求的 基本上能养活就是 自己养活就是 就是女朋友 然后两个人就行了 我觉得就没有什么了 在中国的话 真的没啥意思了 真没啥意思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 国内的朋友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觉得对中国真的没啥意思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看完外面世界之后啊 就是对外面就是充满了好奇 充满了这种 那个什么勇敢的这种动力 所以说出完国之后确实 就一直就是想想方设法的 就是想去国外啊 现在心指数字化 人在中国 心在外面 心已经野了 知道吧 因为你的梦想有多 心就有多大 你看到的世界不同 然后你的舞台也是不同的 对不对兄弟们 所以说大家不要觉得我怎么怎么样啊 其实我很喜欢我们中国 只是我没有办理 我是中国的一个普通人 我已经看明白了 在中国 就像我这种普通人 打工一辈子啊 可能最后就是看病的钱 我都攒不起 然后娶老婆这个事情 基本上 就算娶得到 基本上会耗费几代人的财物 然后这个老婆 如果说你生病了 或者其他的可能还会离开 所以与其这样 我觉得还不如说 去实现我们人生的意义 也就是环游世界 环球旅行 然后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看看不同的世界 看看不同的风景 然后咱们也 不往来这人世间一趟 对不对 人就在一生 你过去了 可能就没有下辈子 反正你 是不是你在中国啊 过一辈子也是过 你在国外过一辈子也是过 你这一辈子是不是 能去过很多国家 把地球的各个角落都转变了 那你也走 所以说我们人 其实追求不同的生活 也根据各自的能力去 完成某某种就是内心的那种想法 就是想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觉得就行了啊 毕竟每个人的追求不同 像我这种 因为我看明白了很多事情 我知道 我在中国真的是没有什么 就是前途也没有什么希望啊 因为我是一个中国的普通人 我曾经在中国我也为了 学一门手艺 然后被我们这边的一个老板 然后我爸给我找了工作 我那时候小嘛 也是为了学手艺 然后结果呢就是 那个老板呢 本来他家就是人少嘛 然后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 然后还带一个我 我就是学徒嘛 然后他那个店还比较特殊 他是做板机披锡 和那个补胎的 然后还喜吃 然后当时开的工作是1500人民币 然后没有休息 休息一扣钱 反正一天工作多少个小时啊 没有什么时间概念 基本上是从早上忙到天黑 就看太阳是否落下 是否已经天黑 就是有没有什么车了 基本上每天都要工作到 很晚很晚才能下班 下班做 你想学东西 你还要跟着师傅去看那个 板筋披锡是怎么补气的 怎么打磨的 怎么喷漆的 要学习很多东西 当时我没有说抱怨过 我觉得我的努力 肯定是不能够实现它的 结果呢后面 我的身体啊 支撑不下去了 也就是说我虽然说灵魂啊 精神上支撑得下去 但是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了 因为你在那样下去 可能真的人就废掉了 因为当时的腰 腰肌脑损啊 我四几岁我就 换上了腰肌脑 兄弟们 这也是我一段 不堪回首的记忆吧 也是我也想努力过的结果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 曾经也想过争达 也想过去努力 也想过去攀顶人生的高峰 也想过自己去学一门技术 然后 作为一个普通人 然后娶个老婆 然后平凡的过上一辈子 我相信很多人其实跟我应该是一样的想法 但是很多人可能也会跟我一样 可能有的人比较幸运啊 成功的做到的那些 而我就是这种不幸运的 但是我相信我这种不幸运 可能在很多 无数的大多数人之中啊 也是比较普遍的 我相信你们都努力过 可是 你会发现 努力了 不一定成功 但是不努力 可能会更加轻松 这句话大家觉得很开玩笑 对不对 你想过没有 是不是 你努力了 天天泪泽泪活的 才有可能成功 你不努力 你就活得非常轻松 啥意思就是 你不努力了 是不是 你可以活得自由自在 有钱的就赚 没钱的就 去上班 就活得自由自在 要没有什么那么多追求 吃饱 一人吃饱全家破壞就行了 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行了 这种能不能 能 他说你去追求那些东西 你不一定能追求的上 因为 有些人一出生这个命运都决定了 什么改变命运 这些都是什么心灵鸡汤子 有几个人改变了命运 很少 能够改变命运的 你知道 他是什么吗 很多的是背后有背景的 他的父辈或者什么的 甚至有的是遇到了什么贵人 但是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 很少吧 所以说大家不要想那些 什么有的没的 就是你 如果说 也试过了 也努力过了 也那个啥呢 但是没有成功 但是不要放弃 如果说觉得真的不行了 就是我身体上 已经支撑不下去 但是我精神上可以 那不要强求 对吧 量力而行 实在不行 咱就放弃 就是放弃 就是放弃 就是 努力的这个 判定 判定三顶之点 因为 你明知道 你已经判定不上去了 你明知道 你已经不行了 你为什么还要去那个什么呢 对吧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 把自己的这个要求放的低一点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你也肯定也努力过 也会那个什么 如果说你确实做成功了 那恭喜你 恭喜你非常幸运 但是绝大部分人 其实可能跟我 有过相同的这个经历 相同的那个什么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量力而行 不要就是过多的去要求自己 其实我们大多数都一样 可能有的人还不如你 也不要去觉得自己怎么怎么样 自卑的或者什么的 其实我们都一样 这是我们的世界啊 跟别人的世界不同 你看到的别人 这是繁华的世界 看到别人那种生活 你会觉得自己很自卑 不要这样 因为我们很多人 其实跟你一样 希望就是你能够走出这种困境 就是适可而止去 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不要过于纠结 要不要想着想那 没用 一句话就是随心而为 随性而为 就是量力而行就行了 不要天天听那些什么心灵鸡汤 以前我也是被心灵鸡汤毒害过 但是我得到什么 得到了一身病 兄弟们 真的是一身病 妖极老鼠 这就是我得到的 我努力的结果就是 妖极老鼠 这些话 我基本上我都没有提起我 这是今天啊 也是想要讲到了我什么 我要去干什么什么事情 然后我计划是什么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 敞开心扉 然后说出了就是 压斩了很多年的一些话 希望对你们就是有所帮助 然后希望你们就是能够明白啊 就是有些事情我们是真的很难改变 没有办法 有些东西真的是一出生 他命运就注定了 所以说投胎是个技术 但是也不要怪自己什么投胎没投好 这些都不是问题 个人有个人的活法 穷也是活着 富也是活着 反正就是一辈子 他无非就是有钱 过的生活好一点 有钱是不是 他活的年纪大一点 但是他最终还要离开这个人世 那么都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世界啊 我们也不要留有什么眷念 是吧 早一点离开这个世界啊 也未必是坏事 因为你本来你那个生活就不好 你继续待在这个世界上 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 不但身体上痛苦 心灵上痛苦 各种就是心理上就会非常的不舒服 所以说大家不要什么想的 什么长生不老之类的 没必要 就是人总要面临生死 可能他富一点 就多活一点 他反正也是这一辈子 他不可能也有下辈子 所以说老天其实对我们是公平的 但是有些东西是不公平的 比如说那个投胎这个事情 你觉得公平吗 不公平 那公平的是什么 公平的我们都会死 我们都是生命体孕育出来的 对吧 公平的是我们都是人类 对吧 就这一点公平 就是我们都会死 这是比较公平 但是你觉得这个我们都会死 这是公平的 不是公平的 如果你投胎技术卡 然后投胎一个好的家庭 你可能有钱的话可能延长你的寿命 天天吃保健品 吃好的喝好的什么什么 就私人医生 那你可能活的久一点 然后你如果说不幸的话 你可能活的短一点 那是无所谓 这都是一些我们改变不了的事情 我们就随着自己心意 随着自己的想法去做某些事情 就行了 量力而行 不要听什么网络上吸灵鸡汤了 也不要看什么什么繁华的世界 什么外面怎么怎么样 人家生活过得多好多好 怎么怎么样 那个跟你无关 你看多了 你反而会产生自卑的心理 反而会抑郁 为什么现在人抑郁这么多 就是他看到了别人的生活怎么怎么样 再看看自己的生活怎么怎么样 再想想其他的 再看看其他的各方各面 心里就慢慢的会产生这种自卑 然后形成抑郁 甚至可能会有这种不好的这种想法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就是 活好自己的就行了 别人的世界跟你无关 你活的好活的坏 人家也帮不了你 你活的差你活的好 跟人家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说不好自己就行了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做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 平凡的过好自己的一生吧 顺其而发展 随性而去做某些事情 也不要相信所谓的什么 努力的就一定会成功 不努力就是废物是什么的 那废物多了你要这样做 所以说大家不要想这种啊 就是说你努力的不一定成功 你不努力可能会非常轻松 这句话虽然是玩笑 但是也是事实 你不妨想一想 所以说 咱们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情况 好吧 如果实在不行就不要 就是还去攀登这座高峰 因为你已经知道自己攀登不上去的 你没必要 你攀登上去你可能就累死掉了 所以说 大家活明白就行 好了本期视频就做到这里啊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支持 如果说去环游世界啊 去哪个哪个国家的话 都说我都会给大家更新视频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啊 然后你们的点赞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也是我走世界的动力 因为你们点赞你们光看我才有 就是平台给的这个收益啊 咱们肯定也要靠这个饭吃饭啊 不然的话光夸自己的老板 你说你能走多久 所以说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关注啊 你们 在你们 这个小圈子里面生活 你们可以通过互联网 然后我带着你们去看 不同的世界啊 不同的风头人情 不同的什么什么 啊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一直以来支持 相同在此感谢你们